高雄支持民進黨的人 你們是不是寧願 安安靜靜的死掉 也不會去罵民進黨 是這樣子嗎 好像是這樣子欸 眼睛合上然後肚臣餓 流了兩滴眼淚流下來 然後說我還是要支持民進黨 因為他跟台灣人 站在一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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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過世了 瑞豐夜市 金船停業 損失慘重 七月底 可能會有 錫燈 好就是倒灘了啦 本土疫情嚴峻嘛 那很多商家夜市都受到影響 其實夜市也受到很多影響 如果你真正有去觀察的話 因為老大是一個社會觀察家 我會去看 對我跟你講 多多聲音都不好 你都以為 有一些人還在那邊說 啊你們就轉型啊 是時候要轉型了 你要把危機當成轉機 他媽的危機就直接死掉了 死掉翹雞雞了啦 我們危機當轉機 這種東西不是這樣子 好今天傳出瑞豐夜市 可能在七月底 吹息息燈號 那如果政府無法協助 政府真的會撐不下去 那我們直接跳過來 看一下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金發局做什麼回應呢 無要求夜市停業 鼓勵消費者改外帶 這就是高雄金發局說的話 第一個 我沒有要求他停業 還需要你要求嗎 我們都已經餓死了 沒有客人來就直接要停業了 還需要你要求嗎 第二句話說 鼓勵你消費者改外帶 問題是消費者都不來 要改什麼外帶 那講的是官話還是幹話 我們再接下去講 他說高雄市也推動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高雄好家在平台 所以重點就是他搞了一個 叫做高雄好家在 老大只想問一句 高雄市長在不在 呵呵呵 講半天市長到底在幹什麼 如果我是店家 這個新聞被爆出來 我期待是市政府到底可以幫助我什麼 這個市長可以幫助我什麼 搞了一個好家在平台 如果現在高雄市長是韓國瑜的話 那早就被罵死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高雄人 在韓其邁的執政之下都可以讓他消失一陣子 都沒有說話都沒有關係 人家只是半夜去偷水 高雄的綠區 在地的高雄綠區 我在呼喚你們 所以你們現在到哪裡去了 啊怎麼不出來罵一下咧 瑞鋒夜市快倒了咧 高雄支持民進黨的人 你們是不是寧願 暗暗靜靜的死掉 也不會去罵民進黨 是這樣子嗎 好像是這樣子咧 眼睛合上 然後肚臣惡 流了兩滴眼淚流下來 然後說我還是要支持民進黨 因為他跟台灣人 站在一起 呃 嗯 嗯 嗯 我都過世了 所以老大先要舉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 一則是不好的 一則是好的 那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大學剛畢業一年的 帕克爾介紹者 紮金添購的器材 沒想到才開業三天 就碰到疫情來攪局 看好未來的趨勢嘛 那要開這間店這樣子 三天營業額只有2500元 讓他連這一波的防疫補助也領不到 防疫補助也領不到 然後又在高雄投資 又貸款了500萬 我就覺得很可憐 那可能就是被高雄貸稅 被市長貸稅 真的是還蠻可憐的 然後希望高雄市政府可以看到 幫助他一下好不好 一則以憂一則以行 有一則新聞也是在高雄發生的 我們非常的開心 我們繼續看下去 受影響的 還有在高雄開粉店的館長陳之翰 現在花到1.8億1.9億了 還沒開 還亮在那裡 還放在那裡 還沒開始 沒有差 還沒開始嘛 就不會有結束嘛 還沒開始就不會有結束 我要讓你開始的時候就倒掉了 好不好 我們來刷一波掌聲 我們 開心 你開心嗎 小弟小妹 回答老大 開心打開心好不好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幸災樂禍 我們不是什麼 就是論事的頻道 老大不是什麼 跟年輕人思辨 我們這個頻道 不叫那個壞心眼 老大就看到這樣子 就 感到我們拍 拍下手 開心好不好 來人掌聲鼓勵愛的鼓勵 快 喔嘿 反正她也直播說說 她健身房不會倒 要倒也是健身工廠跟臘機恩先倒 她投資是很小心的 她一定是非常看好高雄 因為高雄那麼支持韓 aspire 一定是綠營大本票 一定會加入她的健身房 應該是這樣子吧 高雄是一個陳其üyorsun 搶來的市長 支持韓 aspire 賣人人非常多啊 韓 aspire 人是誰 她選出韓國 towns 又跑來北部當大官 你說他的恩人不是蔡英文 不然是誰 那蔡英文常常跟誰拍招 啊就是館長嘛 啊這樣連貫起來的話 我去高雄開健身房 一定會有很多支持者 魚幫水水幫魚 來加入我的健身房嘛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去那邊開嘛 投資下去了 就那麼剛好 我們拍 我們繼續拍手 拍手不要停